好了,你现在在听的是沙冷气九钟序节目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我们是一部郑安倍沙冷气 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Line King88就说当年郑大俠被人骂得很糟糕 甚至邓大哥在肥肥的追思会 点名他上台解释 其实男女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很难说谁对谁错 有很多事情都... 一家不知两家事 当然,秋冠 当然有些人觉得他是很不对的 感情的东西很难说 郑菀议员就说民生的东西你又改变不了 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 我觉得就算你看到现在好像影响不了走向 有些事情我应该说的都是要说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荷里玉就说 两个人的问题完全不用理回的 给我就一定骂关你差事 其实... 说真的... 刚才TM说得对的 我认为TM的留言说得对的 TM说他小时候经历过父母离婚 其实最討厌不是父母任何一方 不理他们 或者不理他们的感受 最討厌就是三姑六婆 指指点点 最糟糕 也要多谢李智青、Daisy Lee的支持 很多谢你 消费一亮就说 那些道德L好像躺在他们的床下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说了 有些事情我为什么会温和地说 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 还有你能看到的事情 只是欧善仪的要骂下Viu奶和Like 没理由骂下Viu奶都不给 这个世界是可以骂Viu奶和Like的 但是不是骂Viu奶和Like的 刚才Campson Lo说有个朋友 出事了 上大陆喝喝吃吃 搞到肝有事 其实有些事情也提过大家很多次了 就是淡水鱼生这个问题 淡水鱼生这个问题 在内地是可以卖的 经常有人说这些是没有事的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吃的 吃淡水鱼生是长期都是这样吃的 我们... 就是... 肥妈又试过叫人去吃淡水鱼生 蔡兰也试过的 其实他们两个吃家都叫过去吃 蔡兰就说淡水鱼的刺身超好吃的 肥妈之前都是教人去吃的 很鲜甜 我再说一次 现实就是... 你听他们说 不只是肚痛那么简单 蔡兰就说最多都是肚痛而已 不是肚痛那么简单 淡水鱼生 其实真的 风险是大很多 因为 淡水鱼很容易造成一件事 就是中华肝级虫的感染 而且你种了中华肝级虫 是可以非常严重的 其实是 有些地方 他们真的没问题的 高品质的淡水鱼养殖 可以确保没有中华肝级虫的虫卵在里面 但是 绝大部分的地方都不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肚痛那么简单 如果你种了肝级虫 它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急性 一个就是慢性 急性就是肚痛 发烧和会有黄胆的症状 会误诊的 它以为肝级虫有事 因为你立刻是 臉都黄了 眼睛又黄了 那些 我告诉大家 慢性的肝级虫更糟糕 你没有肚痛就更糟糕 因为没有明显的症状 如果是吃 淡水鱼养殖 中了肝级虫是慢性的症状 非常容易误诊的医生 尤其是在香港 因为香港禁止了这些 淡水鱼生很久 那些人有肝级虫 不是那么普遍的 在香港是 在香港的医生会比较容易误诊的 就当你肝硬化 当你肝硬化 当你肝硬化就更糟糕了 因为你不是肝硬化 因为你有一些虫在里面 其实就是 其实 蔡兰自己说 吃海鱼没事 但是淡水绝对不行 没什么道理 但是我说过现实 其实有很多海鱼为什么会没事呢 就是因为它急动处理过 它用了急动处理方法 你买一条海鱼回来之后 做了刺身 它是急动处理过的 即是那些寄生虫就已经死了 已经是没办法坐在你的身体里面激活的 这个一定要说清楚 Kent D虚就问潮州毒药 什么叫潮州毒药呢?就是生烟 生烟也是有它的危险性的 生烟这些东西不是不行 如果你说生烟是不是很危险 如果是烟蟹呢 就很危险的 其实韩国的酱油蟹也是很危险的 有些人都以为不怕 韩国的酱油蟹有什么问题 韩国人也是这样吃的 但是韩国也有很多人吃这个 就是他们的酱油蟹 吃到有干级虫的问题 在韩国这些是风土病来的 如果你生烟 你腌一些深海小龙虾 我有朋友试过做 因为那些深海小龙虾本身生吃也可以 你用本身生吃的东西 可以生吃的东西 你再做生烟 风险是低的 有些人就用整个大龙虾去生烟 我看过有人是这样做的 其实 当然 你如果刺身吃的 生吃的都没事的 那你生烟的风险是低的 但是有些东西 本身是不可以刺身吃的 就像蟹那样 其实严格来说是不可以生吃的 因为蟹其实是很骯髒的 好了 那 其实蟹是很危险的 生烟 就是我说过的现实 你说斯堪那些 好像K.W. Wong那些 那些其实理论上也不应该生吃的 因为那些其实都是有风险的 其实 W. Wong那些就说 有人说蟹的寄生虫会上路 效果就好像更孤独 其实 醬油蟹和生烟蟹都是有危险的 你说 不要紧了 我肚痛也要吃 有些人 就去嫖妓也好 也不会戴安全套的 为什么呢? 他们要亲自试一下 要没有交袋隔着的感觉 有些人连外资也不怕的 老实说 现实就是 冒险精神很强的 但是我个人很简单 为了吃 为了识 要用自己的命去拼 两件事都是不值得的 不过有些人的价值观不是这样 识识性也 就两件事都要拼得尽 老实说 我是不会做的 我也不建议这些人做的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有风险 Terry Chan说 韩国也很喜欢吃生海鲜 有些生海鲜真的是没事的 风险真的是很低的 譬如深海龙虾刺身 风险低得不得了 深海小龙虾 不是大陆那些 池塘养的小龙虾 是深海的小龙虾 他们的风险也是很小的 因为他们生吃也可以的 其实那些深海小龙虾 即是scampi 那些人都是生吃的 我也讲过现实 好了 Terry Chan就是生吃八爪鱼 八爪鱼也是可以生吃的 深海做出来 即是切 那些吸盘都可以切出来吃的 大家知道生吃的风险是低的 如果拿去做生煙 其实风险差不多是没有的 我也讲过现实 因为有个人在澳洲住的 他特别是拍YouTube影片 拍生煙的 其实他那些生煙的风险不是很大 因为很多人 本身那些东西是可以生吃的 他再做生煙 他生吃的问题是不大的 我的看法就是 喏 但是 在内地 如果你吃生煙 吃蟹的生煙 吃淡水如生 这两个东西其实都是有 干级虫的风险 我也讲过现实就是 Livio Lee说 潮汐施坎有灼十几二十秒 不是全生 但是灼十几二十秒 就不足以杀死了 里面有可能伤害身体的东西 这就是现实 KW王说 龙虾不是很深海 龙虾算是深一点 不是在咸淡水交界的位置 可以找到龙虾的 如果你咸淡水找到那些龙虾 就是有淡水龙虾的那些 那些当然 那些风险当然是大一点 你自己有点常识才可以 对吧 那 荷里沃就说 煮不够熟也不敢吃 其实 各种东西都会有些风险的 如果你生一点吃 牛扒那些是不是完全没有风险 我就告诉你牛扒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 但是风险相对小 其实就是这样 如果北上 这些是一定要小心谨慎的 香港的 卫生防护中心 其实就叫大家不要吃了 这些是 这些 淡水如生 是会危害健康的 那 淡水如生 其实在国内 玩鱼之外 还有其他的 有大头鱼 山斑鱼 那些 其实那些是有 比较大的风险 We are2zgd 就是说烟生文鱼 算不算生 烟生文鱼 烟生文鱼 烟了就不算生 它们有分的 就是说烟生文鱼 那些 你就可以就这样吃的 就是安全的 那为什么会安全 那 有它的原因 其实 因为 那些山文鱼 它本身 就是 就是 它收到那些山文鱼 回来的时候 很多都已经在海里 尤其是养的那些山文鱼 尤其是挪威养的那些山文鱼 其实基本上是在海里养的 那在海里养的 那在海里养的 那为什么 就是会没有寄生虫呢 它不是完全没有寄生虫 它是会经过一个程序 它会拿些雨上来之后 它会急冻 它会冻到零下腹 二十几度 它冻死了那些寄生虫 接着它才拿去再进行 因为再进行进行进行 其实里面已经没有了那些 有可能危害 健康的东西 其实就是 Terry Chan说 生性牛肉打一只蛋 有没有风险 有的 这个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 这个 Terry Beef 就是Stick Tarte 不是没有风险的 这个本身是有风险的 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这些东西 在韩国也有的 韩国好像叫做 肉虚 好像是这样的 名字 如果在这里 可以更正我 它在韩国 它也是有类似的 你说 安不安全 我就告诉你 不是十分安全的 其实 是有风险的 某些地方 因为 在日本 2011年的时候 试过 它是吃Yuka Yuka 跟肉虚是一样的 也是生牛肉 加一只蛋 那 它为什么会出事呢 其实就是 那些牛肉 本来 没有证书 没有证书说可以生食的 它是强行煮给人生食 结果 那件事就死了五个人 那件事 有35个人 就进了厂 如果你吃生牛肉 其实它是这样的 生牛肉 是有证书的 有部分的 是可以的 就是有部分的 国家是有证书的 哪些可以生食 哪些不可以 是有分的 这是有分开的情况 有些地方 吃这些是绝对不安全的 我也告诉大家 之前也有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 病毒学的专家 这个叫做Hara Serhousen 他在2014年 他演讲的时候 他就有说 他说如果你吃那些 未熟的牛肉 其实有可能 就导致腸癌 经常喝那些 未经高温消毒的牛奶 那些人 也容易有乳癌 其实 他就提醒这件事情 Prisseyna S就说 生鸡蛋 有机会有三枚尸块 可以一定肚肚 是的 其實 煮不熟的鸡蛋 也有这个风险 其实 所以一定要小心 有些地方可以,有些地方不行 其实就是 Happy Wonder就说 生蛋在日本吃是可以没问题的 有些蛋是可以生吃的 有些蛋是不可以的 日本是有分的 其实牛肉也是 有些牛肉他们卖出来是可以生吃的 有些是不可以的 如果有些店铺很无量的 2011年那件事 就是用了一些本来不可以生吃的牛肉 强硬被人生吃 结果就死了5个人 35个人就进了厂 是这么严重的 周少就说生牛肉可好吃 其实我在香港也不敢吃 我跟朋友去越南店吃东西 在香港 我最初也打算吃过生牛肉可 但是想了一下也不好 其实 你说在香港吃的 安不安全 我都不敢说是安全 其实 就是生牛肉可那些 你说安不安全 我也是打个问号 在香港吃的 Levy O Lee就说 九龙城那些老字号的潮州食品店 都会跟买生烟的客人说 生烟不代表防腐 不可以储存很久 会叫客人一两天内要吃 而他们会计算海鲜的日子 卖不完 会掉了他 其实是有些风险的 有很多东西是有风险的 所以 你也要知道 究竟哪些是安全 哪些是不安全 其实在日本 老实实跟大家说 我也尽量不吃生蛋 除非他真的说明 一定没问题 有些店铺真的一定没问题 你看到同行的日本人 都说一定没问题 那你就可以去马 就是我的看法 我自己就不会吃生蛋 如果我去日本 你说会不会吃生牛肉 我在日本也不会吃生牛肉 除非同行的日本人 都说那些牛肉 生吃都没问题 那我就会吃 就是自己去 你不知道那些地方 哪些可以哪些不行 其实香港人去大陆 那个风险也是在这里 譬如有些地方 你看到它骯髒骯髒的 就是在香港 看到那间店铺骯髒的 但是实际上 食物是很安全的 你不会紧张的 但是有些店铺看起来很干净 实际上是不够的 你是本地人才知道 那些东西是 好了 周蕭就说 少女不能够生吃 那这个 当然了 哈哈哈哈 当然不可以了 这个 这个一定会衰十一 就是汪奴说的 是的 你吃一些未成熟的少女 是会衰十一的 好了 那算了 我说到这里 Lion King88 他就说 处理生食品 最后厨房的 卫生环境 处理非常重要 是的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其实你吃生东西 因为本来 那个例子 就是牛肉 你说是否 本来会有O157 大肠钢菌在上面 其实是不会有的 就是牛肉 如果你在牛肉 切一块肌肉出来 那块牛肉是没有菌的 那些人是研究过的 其实基本上很多牛肉 切出来 中间一块的 你把刀没有菌 接着你切一块牛肉出来 就没有菌的 但是如果要贴到其他东西 它就会有菌 所以 有些东西也是要谨慎一点 我跟大家讲就是这样 不要觉得 上内地很多东西都很正 放下一切戒备 其实香港有很多人 现在上内地 因为整件事已经成了一个潮流 人人都要做 就没事了 但是他又不知道内地那些特别的东西 其实内地有些东西 你一定要在那个地方 至少住了一段时间的人 告诉你 你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 好了 那就讲到这里了 总之就是小心 淡水如山这件事 卫生防护中心出来 叫人不要吃很多次了 不过现在 那些人是不理的 为什么那些人不理 因为 因为蔡兰 和肥妈 是这两个人的 这个credit一定要给这两个人 好了那算了 讲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再讲一下主题 请不吝点赞 因为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点赞 转发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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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